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火柴商行裡面全部的商店 我們要去購買什麼東西 CP值比較高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LEGO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神秘商店的部分 這邊是完全不推薦用鑽石去刷新 除非你是課長級的玩家 課長級的玩家如果想要去刷夥伴經驗 然後刷進階石刷自然符文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至於說平民玩家的話就完全不推薦了 對不對這鑽石非常的重要 那我現在刷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夥伴經驗的部分 我認為就是金幣多出來的時候可以來去做購買 但是非必要 那這邊看到這個10100顆進階石必買 這個也是有價值就是去刷新 刷新然後為了買這個是有這個價值的 如果你很缺進階石的話 所以說我才說限定大佬 大佬可以來這樣做 好那我們再看下去還會刷到什麼 我這是為了拍片 拍片刷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像是這個金幣的部分買三星碎片的話就不推薦了 四星的話可以180萬 180萬金幣多的時候再去做一個購買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買幸運券 然後進階石這些金幣的這幣買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2萬塊的什麼競技場幣啊 召喚幣啊 用金幣買的都可以去做購買 好再來我們再刷給大家看一下 來 其實我這樣刷下來也是蠻幸運的 都有刷到進階石 那進階石如果鑽石是1比2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 但是比較限這個課金比較多的這個玩家 好再來這邊有遇到高能晶石 那有缺的話再去買 那不一定 非必要 非必要 好我差不多刷個10星 花個200鑽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那高能晶石還有我們的 祕捲 靈屋祕捲 那這兩張就看個人有沒有需要 有需求的話來去做一個選購 我這刷下來也是蠻賺的 像這個180萬 金幣夠多的話呢就可以去買 至於說這個裝備1000鑽太貴了 然後自然符文這個200鑽也太貴了 進階石300顆210鑽也太貴了 召喚金石2萬可以 禁忌幣1萬可以 再刷 再多刷幾次給大家看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沒有刷出來的 既然我們都拍片 花一點小成本 給大家看的比較清楚一點 至於說夥伴經驗這個就看個人 有缺的話是可以去做一個購買的 有缺的話 OK這臉看起來有點黑了 不要再刷了 大致上就這個樣子 大家應該都非常清楚了吧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道具商店的部分 這高能晶石跟靈物蜜肘必換 那這個元素精華 200是超貴 千萬不要買 千萬不要買 靈物聖輝超貴 我知道的超貴的地方我會跟大家講 那至於說這個符文結晶呢 這個我還在觀望 鑄幣80超貴 經濟幣只有在開局的時候 要去湊滿第一次的120抽 會去小買一下 那之後完全不會考慮 完全不會考慮 然後心靈之光的話呢 也完全不考慮 這個也不考慮 不考慮 全部都不考慮 這個都比較高V的玩家自己去選購 然後時光契約有缺可以買 有缺你要去回推一些角色的時候可以買 那這裏呢 有一個比較值得關注的地方 就是這個隨機的五星碎片 一個30塊 等於說50個呢也就是1500賺 買一隻這個五星的隨機的話也是蠻划算的 不是蠻划算的也是還可以啦 那這邊呢這個10個碎片 還有機會可以開到一些稀有角色的碎片 像海螺公主 山努雅 然後奈希 還有夢境愛麗 夢魘艾拉 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英雄 所以說呢 如果你有缺本體的話 就可以來去做一個購買 那為什麼我買呢 因為我現在已經比較缺稀有的角色了 反而是肥料開始慢慢的有點要多出來了 我好想咳嗽 不好意思 這間那個天氣比較冷 好 再來夥伴商店的部分呢 這邊首推就是女僕蘇菲 然後 還可以去做購買的 選購的部分 就是魔鏡王后 然後白雪遊歷 至於說其他的話呢 就比較還好了 就比較還好 好再來下一個 所以首推是女僕蘇菲 再來服食商店部分呢 這邊最推薦的就是看到 迅捷一定要買 但是花鑽石的話就看個人 如果迅捷 然後要花鑽石購買的話 我覺得就看個人 那如果是花這個精華去買的話呢 必買 符文精華 看到迅捷必買 那至於說其他比較稀有的 像是什麼連擊 然後魔鏈 然後還有什麼抗暴 庇護 暴擊 穿透 這些都是可以去做購買 就看個人的一個需求 再來心靈商店的部分 這邊推薦先存者 最好是去換光暗的角色 那三系的話就看個人 如果你想要追求進度的話 可以考慮去換一些主力輸出的碎片 像是如果你練白雪 那可以考慮去換 但是不建議換太多 還是以光暗為主 好再來下一個 皮膚商店 那皮膚商店這邊一定是買這永久的 不要去買這個七天的 這個根本就是浪費錢 對不對 那這裡比較值得買的也只有白雪有力的 然後好像就沒有然後了 看到之後還有這個白馬 白馬這個皮膚怎麼那麼好 還有加這個2%的暴率 這個必買啊 如果你有練這個白馬王子的話 那其他的話呢 就感覺蠻慘的 好不好 蠻慘的 就給的蠻爛的 魔女心地 魔女地心還是魔女心地啊 魔女心地 這個也給太爛了吧 還賣到160 跟他們一樣的價錢什麼意思 也沒有加控制 就加一個1% 攻擊1%生命5點速度 賣到160 超貴 好在零物商店的部分呢 現在 我們這裡通常就是去買一些 比較重要的零物啦 那通常最好是存著 然後去補 一開始呢 可以趕快先花 把一些關鍵的零物的效果給開出來 那後面呢 就是囤著 補缺補缺 那我不知道他這後面會不會出 其他金色的 零物可以來去做購買 像我現在已經開啟這個了 我到這個要再開啟我覺得好像還好 我再等這個新的領物好不好 好再來 我們來去帶大家看一下積分商店的部分 那特惠商店這裡我就不說了 這個大家自己去斟酌一下 那在魔人商店這邊先存著 再不然的話呢 去買肥料 其他我好像沒有看到有什麼好的 頂多就是莫多吧 莫多 如果你有缺可以來這邊買 那其他都還好 大部分是買肥料 之後也不見得會出比較好的東西 因為我玩過另外一款 這家公司的遊戲 這裡都沒有出什麼好東西 那不知道這裡會不會 所以可以先存著 反正買也只能買肥料 那不如先存著 像我已經存到17000了 好在聯盟商店的部分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 一定要去加一個好一點的公會 然後呢一個禮拜 可以來買這個覺醒文章 這個東西超級重要 那獲得到的管道也很少 要這個聯盟20級以上吧 才能去做一個購買 所以說一定要找一個比較好的 那這之後還沒有開放 我就先不講 我先講目前的一個狀況 還有這個聖霖霖 相對來說是CP值比較高的 那不要買這個元素精華很貴 這邊還可以來做購買的 還有這個時光沙漏 如果你有缺的話 還有季蘭符文 再來最主要是換這三個角色 那這三個角色都有一定的用處 首推是海螺公主 再來是山奴雅 再來第三個是登神酷雅 那看說你練什麼 再來禁忌商店的部分 這裡只有換一個東西 就是心靈水晶 這東西太缺了 太缺了 基本上就只換這個 再來 奇境商店的部分 我看一下 奇境商店這邊通常就是拿來換 你的主力輸出 白雪尤莉 少女 溫蒂 然後還有魔鏡王后 這三個 其他就不太推薦了 好再來 這邊如果拿來買這個碎片要25000 也是很貴對不對 也是很貴 324000一個 也是很貴 這邊都蠻貴的 就換這個本體吧 反正肥料到後面其實都慢慢的越來越多 都比較缺本體 好再來 異件商店的部分 異件商店的話 通常 通常是會存著 看你是什麼課金的一個程度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無課玩家的話 可以考慮 囤著買金色隨機靈物 那如果你是有課金 基本上都是比較缺這個靈物聖輝的 所以這邊就拿來換這個靈物聖輝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跨界商店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未來呢 在這邊有機會會把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是誰 陶樂絲放進來 我看陸服是有 那我不知道台服會不會跟進 所以說這個積分可以存 到時候拿來換陶樂絲等他進來 那一般呢 這個突破時必換 突破時必換 那還有這個皮膚碎片也蠻便宜的 就先換著吧 你也可以不換啦 也可以不換啦 畢竟那邊要放進什麼好的皮膚 應該機會也不大 我覺得就是把這個白馬買完 應該差不多 那這裡呢 就推薦來換我們的 首推就是以後的陶樂絲 再來就是女僕蘇菲 然後可以去換你的主力 這裡的這個少女溫帝好像有點貴 4萬5 就比較不推薦了 就推薦來換白雪尤莉 奈希 海螺公主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突破時必買喔 這個突破時必買 這超級重要 好再來夢境商店的部分呢 這兩個必買 至於說其他的話呢 比較推薦的 有多餘的積分可以來買這個星辰符文 算是這裡面性價比比較不錯的 再不然就是這個 符文秘石跟符文精華 看你有缺什麼 這三個其實性價比都差不多 星辰符文稍微好了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分享 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今天講話起來有點喘 因為喉嚨好癢 一直想咳嗽我忍著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 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1 2 1 2 1 1 2 1 2 2